您刚说了 您这个生活经历 跟这个广告当中很类似 而且您的这个口音 我们听这也是地道的 这个北京话 我是南城出生 我们家几辈都住在南城 我们南城的都是 就是劳动人民 还有一人都住在那地儿 所以我们这说话呢 就有点 更淳朴的京腔经典 对了 您这打小在这个南城长大 这口音特别纯正 您还说这北京人 也特别好吃对吧 您像我跟婷婷 我们这个离北京特别近 这比如我们要到北京 这一日三餐 吃什么 您能给我们提供提供思路吗 北京去 我觉得你们应当吃呢 还吃点老北京的饭 比如说呢 比如说中午是吧 来顿炸酱面吃 炸酱面 炸酱面 北京的炸酱面呢 跟天津的炸酱面呢 原先呢 有不同的地儿 现在的差距越来近了 你看天津的菜马 也是很多 其实真正的 劳动人民吃饭 菜马很少 因为你吃这么多菜 你还得干活着 尤其卖力气的 不辞事 不辞事 所以北京的光光面 我觉得啊 打卤面 炸酱面 有醋骨面 有串面 这串面里有多少种 羊肉串啊 牛肉串啊 等等等等 我一是爱吃 我关键是爱做 还爱做 我有这瘾 我呀 牵不求 大概有 十年 我设计了 十八道菜 十八道菜 这十八道菜呢 都没离开京剧 你比如说 太后昭旭 太后昭旭 你比如说 含瑶贴饼子 你比如说 草堂烧茄子 咱就说 草堂烧茄子吧 大家都知道 岳飞 岳母吃字 就说母亲教育岳飞 京中报国 后来我就觉得 这个茄子呢 如果就叫烧茄子啊 应当说 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我们又 再加上一点文化呢 当你吃到茄子的时候 特别是孩子 吃到茄子的时候 他就想起 岳飞来了 就把京中报国的 民族英雄 想起来了 所以我们就 创一道 草堂烧茄子 嘿 这十八道菜 既吃了美味了 又学了历史知识了 这个 而且据我听说啊 李老师 不光爱吃 说您家里 还有一特别大的 火锅是吗 我们家的锅子大了 我就有这铜锅呀 其中现在有一口大锅呢 搁在豆店了 我有这么大的呢 这个 这个我们当年 曾经想啊 报这个吉尼斯记录 这你看现在 我做那是这样 这是四步台阶 要不那锅子 你够不着 对 我们那灯 那四步台阶 哦 站台阶上 四个人 在四个方 东南西北方向 为十克城 哦 十克在底下 哦 因为要太危险 对对对 这您真用过吗 真拿它吃饭呀 吃东西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号锅 一号锅 本来我们报一个吉尼斯记录 还有二号锅 三号锅 二号三号 四号那就多了 这个锅没用过 哦 这个我们当时想啊 嗯 创意记录 八百人同时使用锅 八百人 八百人 这个大概 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 用了几百英筒 您这个算一次 这灌水得灌多少时间 是的 按这次来说 你想那水得 这锅啊 就我这样的 四个人躺里头 嗯 谁都碰不着谁 您家有一枣堂子这是 我看到这锅 忽然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 这锅吃完了怎么刷呀 这个 如果吃完了以后 封火 嗯 首先得封火 嗯 第二天有什么话 第二天之后 哦 当天刷不了 对